接下來本身就是媽媽了 她的堅持就是 一定要跟小孩子有共通的 那個叫什麼元素 要可愛 我們來看看她有沒有可愛呢 英文 可愛 很潮 很潮 很潮的媽媽 很潮的媽媽 很適合當小孩 真的 很潮的媽媽 其實她這一身的配色來講的話 算是一個蠻大膽的一個配色 當然 可是它其實又很合理 因為就是綠加橘黃色 就是像橘子的配色很鮮豔 跟我們剛剛那個剛剛穿的 有一點點褪色的那樣子的粉 有落差 這樣反而是跳得出來 可是這一件綠色 其實它又有一點說不出來的粉綠 對 然後主要就是它下身的這一個 是它顏色的亮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穿下身的話 其實很合理 就是一般的這種長版的襯衫 對 但是你搭了這一個 橘色的褲子在裡面的話 整個顏色就會跳出來 算是一個點綴的顏色 然後另外我覺得 如果沒有這一個包包的話 它的童趣感也沒有跳出來 反而會有一點點像 就是 我們如果把包包拿起來的話 真的會有差別的 就沒有腰身 對 對 會有一點點像 對 可是因為這個包包很有趣 它就是這種PVC透式的材質 然後因為我們又要 可以帶上去 背上去 然後我們可以去 顯示它的腰線的這個位置之後 你就會覺得 這整身的穿搭就很有趣了 而且是有達到流行的元素 好帥 對 然後另外 而且小孩一起 就是遠遠的就認出你來了 對 對 好亮 好明顯 對 因為這小朋友也很喜歡 這樣子的眼淚 你不要看小朋友 他們很賊 很聰明 媽媽穿得好不好看 潮不潮 其實他們都知道 對 然後再來有一個 我覺得如果你要呈現出 比較那種歐美氛圍的話 今年很流行 髮帶 戴上去再戴一個太陽眼鏡 其實就是非常有歐美 style 這種穿搭的方式 是 那如果要穿出比較時尚 然後有一點點色彩的話 可以運用像這樣子 一樣是寬版的襯衫 對 適合 然後一樣那條褲子 好喜歡 褲子也可以 可以 好快 好快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 好快 今天我找了很多 像這樣子的襯衫 其實都可以的 而且這樣對媽媽來講都很舒服 你也不用擔心 對 很清爽 一個禮拜就這樣賣了 你要跑跑跳跳 做一小孩 這都很方便 對 你也可以運用 剛才比較鮮豔的時候 你也可以運用這樣子 有一點帶薰衣草 薰衣草的顏色 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一件的 然後也有這種拼色的 對 你就可以搭 你看襯衫 不同的顏色 出現不同的顏色 對 對 所以今天 如果你真的是要布小孩的話 布小孩 布小孩 對 然後擔心有一些衣服穿起來很不舒服 你就可以選擇 像這樣子 Oversize的長板襯衫 去搭各色的這種擺摺裙 感覺這好像也可以當孕婦裝 就是有些 也可以 很時尚 是 不錯的 或者是真的很像是孕婦裝 有了要講 對 也是有一點鵝黃色 粉嫩的這樣子的顏色 去做穿搭 可是你看 如果我們搭上了 你現在穿著這雙老爹鞋子之後 你就會覺得是比較潮流的穿搭的方式 對 或者是搭後底的 這個 這樣子 對 再背一個 這個包 好日系 這個 好 這樣子 其實也是穿搭在一起 其實也是滿時尚的 對 就算真的是懷孕了 其實也可以穿得很 很時尚的一個穿搭的方式 然後另外 如果要潮流一點的話 可以運用T恤 一件就是有帶了一點點粉嫩的櫻花 跟桃紅色的櫻花 然後我再搭上了這個 有一點點淡淡粉粉的這樣子的裙子 那今年就是你在穿這種擺摺裙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care說一定要塞進去做搖身 直接把這種over size的T恤拉出來 太好了 然後這樣穿反而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吃到飽 這樣才是孩子心目中的時尚媽咪 漂亮的配色 寬鬆又有型的服裝 就算帶小孩也要打扮得有型有款 防止療體 再一次很長的 作詞 有用力的奏 有勞 有機會 小孩也要以為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喔 這個